大家好,我是耀威小畢特 今天已经是7月1号,礼拜一的三五十点三十分 我在这里继续分享一下美国海外华人 洛杉矶的一些个人分享 对于这些来美国移民的人 就有各种各样的人 其实很多人来的时候都是一种美好的向往的 特别在国内有些就是在一些单位一直工作 一些工作都很努力的 但一直都是没办法就有一个上升的一个机会 做了二三十年在一些公司都没办法出人头地的 那眼看差不多要退休的年龄就差不多还有几年的时间 那这批人就觉得就趁还没退休之前 还是离开单位那看看到海外去 那从心理上就说你看我一样可以离开单位 我一样可以去美国 而且我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反正投资移民要50万到100万美金 但是都能够去 那他也不讲给别人听究竟怎么个移民去美国的 反正要是你按投资移民来说呢 那现在来说已经是达到100万美金 这个投资呢 但是还有牌啊还有什么的 还有很多手续的 所以这个投资移民的你说他容易也行不难也行 但是这个呢就 也是一种方法吧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缴换身份 所以很多人呢就他们来到这里呢 就这样把这个身份改了 那就还是 但是改的过程中呢 也有一些很顺利的 有些一三个月就行 有些五六年了现在呢 还没有身份还没有着落的 都还是 在美国又回不去 主要是回不去 因为你要办身份 你一定要在美国才能办 你现在要是你回到大陆去 你再回来美国就不行了 这就一类人 另外一类人呢就 有些是离了婚了 在国内离了婚的 他变女的 那离了婚之后呢 他心里觉得 我想把一些事情忘了 就是说 我要离开这个 让我伤心的地方 这样呢 就通过海外一些情绪 可以介绍一些朋友 然后用结婚的 婚姻的方式呢 就也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 但除了一些是 比较多华侨的地方 那些呢 就直接亲属移民啊 那送帝移民啊 这些排期等了很久的 大概有些十年啊 好像送帝是十年 然后这样也等了很久的 这些是通过移民 直接在国内就办了移民过来 就直接来到美国这地方的 拿绿卡的 这是一个就是华侨那些 亲属移民 还有婚姻移民 这些都是什么 那另外一些呢 都是一个是 那个 我昨天上一期也说我就是 那个叫做 政治庇库这些东西 政治庇库 学生来了 也是转换成那个政治庇库 这个庇库呢 它呢就 价格比较便宜 一般现在五千块钱嘛 五千块钱 那 就办这些庇库了 在国内受迫害的 然后来到这里呢 就办 不管办成不办成 顺利的话 很容易 顺利之后一年 就可以拿到 那个庇库率卡 要是面他不通过的话 还可以 还还可以 上法庭去 那这个 这个 等待的时候 就有这样公卡给你 就可以工作 怎么样 都可以留下来 一直 把这个 这个 争取这个 这个 在法庭 能够通过 但是这个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漫长的时间 因为现在好像是 积累了很多案件 是三十多万 所以这个 时间非常多 所以 要 要 要 有这个 心理上的 准备 就这样 大概 就 这几个 现在还是 一样 不管川普 是 移民政策 之类的 非常紧的 但是都不会影响 那些 政治上的 庇固的那些 那些 程序 一样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川普想 哦 我不搞这些 不搞这些东西 对移民呢 什么什么 这没有影响 都没有影响了 他 因为 法律上的东西 不是他说了 他也说了算 都是 还是要 那个 有经过 国会啊 投票通 通过了 所以这个 其实也没多大的变化 很多 可能在网上呢 我也看过 很多 很多的 一种说法 当然也 也看过很多 那些 正规的律师呢 说很多 现在很多都是还是 暗然来的 那些 那些事情 进行了 没有什么 那确实也是 那我有一个 认识的 一个 在美国这里 认识一个 那他也是 八年前 他也是 旅游过来之后 他也是 因为在国内也有点 迫害 所以他也要办 而且面谈 在八年以内 就面谈了 但是 他都 通不过 通不过之后呢 他现在还是想上法庭 因为 现在通过率 因为 川普现在呢 可能抓得紧 那 比以前的通过率呢 就是说 没有那么高的通过率 但是也有 但是 这个可以预料到 一百 一百个人 他不可能 一百个人都 都那么顺利 他是按照 有 就有那个 那个 通过 通过率的百分几 百分几的 你不可能 一百个不行 不可能一百个什么 他最后还是 争取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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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法庭 那也可以 申诉的 所以美国的这个东西 还是 有 给机会 又有 给给 给机会大家的 这个 所以 也是 世界上的问题 那 很多来到美国 也十年 二十年了 有些 最后还是 不行的话 他也不愿意回去 当然 现在 上法庭 有些法官 也问你 你这个案子 可能是没有什么 机会了 把这个案子 取消下来 那你自己 在美国 因为 既然你是说 在国内 你是受过不公平的 待遇 那现在 你这个 我觉得不想相信 你这个案子 所以呢 你还是 还是把这个案子 取消了 你一样在这里工作 一样在这里生活 那 那你就在美国 那你就不要离开 美国一步了 就反正这样 所以 也有很多 十年 二十年的 都是一直在这里生活 他们 就回去 大陆很容易 但是回去 就再不了了 再来不了了 所以 有些呢 他 他宁愿呢 就 妻离子杀 不要 大陆那边 都在这里 证明这里的 吸引力 是很大的 吸引力 大 你要是这里的吸引力 不大的话 他不会 这么个决心 留下来 就是说 连老婆孩子都不要 都要留在这里 你看这个 美国梦 这是多么强烈 所以其实呢 事实也是 甚于耸辩的 那你说 很多人说 在美国很惨 这个 其实呢 这个不是说 美国是 强迫你 在这里 要 要过上一些悲惨的 生活的 而是 你本人 本人 你不愿意回去 这个 这个就不是说 在这里生活的 非常艰难 而是 是 心甘情愿的去 去 就肯定是 但是 你想过 肯定是这里的 生活比 国内的生活 或者工作方面 肯定是 有它的 优点的 你才会这样 下定决心 十年 二十年 没有身份 就 只有一个公卡 都在这里 一直的 混下来 那这个就不能够 说 这里很惨了 另外 有些惨的话 很多呢 染上的 毒 这个 挣多少 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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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 一些本人 上的 那当然呢 这个 在办身份的 过程中呢 这个等待呢 那 也 精神上 也是 很 就是 就是 精神上 有很多呢 确实是 确实是 思想之情嘛 嗯 因为 这个 很多人来美国呢 也是 年龄偏大了 那 在美国 这五六年来说呢 那 国内 国内 很多亲人 年纪大了 特别 父母 兄弟姐妹 还有亲戚 那些 都面临着 很多年龄大的 不确定的 事情发生 比如 父母有病啊 回不去 啊 到了医院 没办法去 啊 甚至有一些 啊 最后一面都见不了 就很多很多 这个 所以这个 美国的这个绿卡呢 就是一种 你说它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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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坏的 大家呢 去 去自己认为了 啊 就 就发生了这样 啊 啊 啊 我也 见过啊 就是 在洛杉矶这边呢 也 无数的那些 在这里 啊 啊 身份还没有 通过的 还是在这里待的啊 啊 啊 都没办法回去 见最后一面 都是用微信的方法了 所以确实是 真的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 所以他们 这样他们 不会说出来 不像我拍视频 有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好一点 但他们很少 透露自己的东西 都是 藏在这里的心 心里面 其实在心里面 是很痛苦的 大家也知道 其实就是 不愿意说这东西 很多华人 都是 都是 你要干活 不停地干活 去忘记很多东西 希望呢 就是 用正美金的方式呢 去 平衡自己 嗯 寄点钱回去啊 比如 家里的孩子啊 老婆啊 那 也五六年没见面的话 那 他会 寄点钱回去 你看 这个一个夫妻 一个婚姻的话 一般 就是 人都有 生理需要的 那 那 家里啊 那 老婆啊 他的老公啊 这么长期的 没有那种新生活 那 你说 这人来说 你会 会不会 是 变的 其实 大家 这个东西 大家去思考 那 那 两地分居这么久啊 那 双方呢 都是有需要的 人是有需要 特别 已经是 五年 六年 甚至十年 就 借过 民分在那里 就 有些生了孩子的话 就大家抚养这个孩子 其实呢 名全死亡啊 就是有些东西 这有些人 他没有离婚 其实呢 各自都有自己的 情人啊 就他就婚未恋了 没办法 这没办法 所以我也问过很多 这边的 这些华人 我说 你家里的老婆 这边 那他说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没办法的事情 他们一脸无奈 一脸 一脸的茫然 你没办法 没办法 人家 你又看不见 你又不能回去 是吧 但你在这里 大家也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都没办法 所以 所以都这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美国梦呢 真的是 哎呦 真的是 好了 今天呢 我就大概是 分享到这里 那我 希望 每天呢 都能够 跟大家 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的关注